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月3号,城区与摩洛哥王国拜赖西德市签订友好城市关系备忘录 成为全市首个同境外相关城市签署友好关系协议的县区 拜赖西德市也是第一个与城区达成友好意向的国际城市 城区区委书记韩家正致辞 区长王小丽代表城区政府在备忘录上签字 韩家正在致辞中说 城区市洋权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物流、信息、金融中心 也是全市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的窗口 此次市长先生来访 对于进一步增强两个友好城市间的对话了解 增进互利共性、深挖合作潜力 深化务实合作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希望双方能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 进一步增进了解 持续加强在贸易、旅游、文化等方面 更加务实的交流与合作 着力构建全方位、高层次、宽领域的交往新格局 王小丽向阿布德哈姆·卡姆里一行 介绍了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表示 城区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同拜赖西德市一道努力 不断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增进两地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推动两地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共享发展新机遇 共创发展新辉煌 阿布德哈姆·卡姆里希望 以此次签订友好城市关系备忘录为契机 积极打造两地友好发展的平台 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汇集更多民众 签字仪式结束后 阿布德哈姆·卡姆里一行 在王小利的陪同下 实地观摩了城区饮料厂生产线 南庄煤矿现代采煤工艺及流程 现场了解了大唐阳泉369云工厂的运营情况